王永庆大家知道呢 他就是这个王董 大家也就知道他是经营之神 甚至呢有一些像是五年级四年级的同学 会听到呢当时的长辈有人就说 哎呀考试压力不要太大 他们说王永庆啊 他不会读小学而已 你看他做到多么大的一个老板 当然呢我们现在要讲的 不是说鼓励大家要不要读书的问题 王永庆自己呢 他一开始呢算是一个创业的这个企业家 到后来他也变成一个慈善家 他也变成一个新学家 他对于教育非常的重视 而他整个的个人特质 最受到大家催崇的就是连减 我们来看到所谓的连减是什么呢 可能大家对于王永庆有所了解 有所不了解 曾经跟他一起喝咖啡的人就说到 他这个倒奶精之后 他还把这个奶精球 在咖啡用这个汤匙 把咖啡再倒一点到空盒子里面刷一刷 他一点都不浪费 从这个地方就看得出来 王永庆之所以成功归功于 克勤克减的精神 而且是从生活中每一个细节做起 像喝咖啡时奶精倒进咖啡了 奶球还要这样涮一涮 一滴都不浪费 连身上这条领带也用了五十多年 从年轻时候就这么节俭 我都一直在很疼苦的 很困惊 我还会把菜费都没有下跨 都会在住的时候 对 都会在住的时候 那只脑洋银子很疼苦的 文永庆本人十分节俭 对儿女在国外求学的生活费也算得十分精准 平常不打越洋电话 只用书信联系 儿女还必须回信报告 花了哪些钱 就连买一只牙刷都得详实记载 即使它已经非常有钱 家里肥皂用到快完了 还会收集起来 以小网子包起来 挂在洗手台继续用到完 连菜都吃自家种的 客情客检的态度 更颜色到公司管理的每一个层面 小刀表格数量 大到大型开发案的成本效益管理 全都经过严格的评估 杜绝一切的浪费 有一次巡视工厂 看到员工使用的免洗块 问主管一双成本要一块二 王永庆立刻要求降到八毛钱 这些声钱节俭的小故事 在王永庆故事后 仍会流传下去 中文秀红书芬 台北报道